《洛杉矶时报》报道 在天文数字的天然气价格 擠押了南加州2180万名客户的钱包之后 南加州天然气公司SoCal Gas在31日宣布 客户2月份的天然气账单 将会比1月份大幅下降68% 该公司在12月份的时候表示 由于2022年1月份以来 天然气批发价格上降了300%以上 SoCal Gas支付的天然气价格 1月份上降至到每热量3.45 比去年同期高出4倍 比5年前更高出11倍 去年冬季的消费高峰月份支付130元的客户 今年将会支付315元 升幅达到142% 南加居民惊讶地看到自己的天然气账单价格飙升 很多用户都抱怨年年 不过南加州天然气公司星期二表示 2月份的燃气费用将会下降 同样的燃气使用量和1月份相比 2月份客户的天然气价格将会下降6.8% 该公司将消费者天然气价格的下降 贵人月數靠Gas公司2月份支付的天然气批发价格 比起1月份低 南加州天然气公司也宣布 向天然气援助基金捐款100万元 这个基金为低于特定门栏收入的民众 提供高达100元的一次性负款 部分参议院共和党人敦促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 加快向居民发放加州气候讯态 这些信用额度通常在4月以及10月份发放 讯态费用来源于要求工业污染者 向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购买碳保试 天下卫视编辑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